参加综艺节目出现意外的明星 高以祥让人惋惜 你还知道哪位 一、李晨李晨在综艺节目中释出了名的认真和拼命 在录制奔跑把兄弟时 李晨为了维护兄弟团的荣誉和金中国展开了一场力量的较量 身强体壮的金中国用力过猛一把将李晨甩了出去 李晨当即投破血流 随即停止了节目录制被送去医院救治 每骨缝了22针 李晨在跑男节目中受过的伤不计其数 为了节目效果他真的很拼 真正对得起大黑牛这个称号 二、黄家居黄家居作为Beyond乐队的主场 他的突然离世让许多人猝不及防无比悲伤 四、高以祥2019年11月27日 高以祥经纪公司发布声明确认高以祥去世的消息 称高以祥在节目录制过程中突然晕厥 经过三个小时的急救后不幸离开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